阿南又來看環保室推動物業農地改善 高雷設立太陽更電 中華政府也來領先轉國 率先輔助林原業者 導致農地整體工作 並且以環境優先的工法來設立更電設施 觀眾吳輝美 然後再去時馬全港來到六港町 始終了解總統 這段範圍的太陽林辦 去地利六港三段里 自衛農產裡面 這是中華官推動歷史林原先提供的模式 這是中受污染 沒辦法建造的農產 做給太陽林入者 經地正登 土地污染的農地 我們過去因為彰化縣 它是農工各半 在過去我們的法定經濟的過程中 往往忽略掉我們環保的部分 在上一波 我們彰化縣政府要特別要謝謝 我們環保署的一個補助 我們總共大概有330公頃 它過去是所謂的農地污染的一個土地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整治了270公頃 那今年跟明年還會再有50公頃解除烈館 那總共的面積有到330公頃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配合了環保署的一個綠電的一個政策 那也媒合了我們總共有20筆土地 那這個4.8公頃來做相關的綠電的一個這個太陽光電的一個發電 那這個也是我們全國首創的也是唯一的有媒合太陽能光電跟這個污染的一個農地 那它在整治的過程中是由這個太陽能光電的這個廠商自行來處理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也減輕了我們這有關於500萬元的一個這個整治的一個負擔 總法官推動日齡也來領先全國 率先付得令完業者投入農地的經濟 希望污染農地也來加力進展 一來解決農地的效應的問題 未來可以得到日齡發展的效果 經過總法官政府付得 以及民間投入經濟費用總超過500萬 當時保護農地發展日齡以及在市民共產黨的方向贏目標 就將發新聞林貴英六甲財方報道